有台湾高中生日前受访表示 考试中只有一两道题涉及中国史 还有学生不知道中国史是什么 引发两岸网民热议 有台湾学者痛批民进党当局台独克纲 让台湾学生仇视鄙视大陆 应马上停止实施 迅速涉及新克纲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彬华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实地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补上在台湾没有上的课 民进党当局为谋求台独大告 去中国化 所推出的教改政策和台独课竿 刻意歪曲中国历史 贯图割裂两岸历史连结 不仅剥夺台湾青年 学习本民族文化 了解本民族历史的正担权力 荼毒台湾年轻一代 让台湾同胞成为精神和文化上的 无根扶贫 体会不到做谈谈正正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也煽动两岸敌意 破坏两岸和平 为台海形势紧张动荡 埋下祸根 这样的台独课竿 是不折不扣的独课竿 岛内有时之事 对此深恶痛苦 纷纷几乎因拨乱反正 我们先信 台湾同胞 总有一天可以拥有一个正确的课竿 中华大地多锦绣 台湾客本产缺失的 在大陆都能找到 我们欢迎台湾同胞 特别是青年学生 来大陆 实地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寻找文化根满 补上在台湾没有上的课